下禮拜期末 20 平均 然後 所謂 所謂口試 口試就 一個人至少要兩次 我們來看一下 像是談到那個 這個大摩擦力 像你在做的摩擦力 有個定義對不對 有個定義我們發現到說 它是有形正比 但是有些卡很特別 它開始施力的時候 它並沒有 並沒有辦法 拉長 所以我們來 你這個定義是 F等於KKS 但是這新的部分 我們要做調整 什麼調整 就是它 所以說是F 你要減掉A 對不對 它也在這裡 所以這個A 是我們後面做的實驗 可以去求過來的 所以本來講 假設我們做實驗 從一開始 這是8碼好了 這是長度 我們從一個8碼 增長了X 兩個8碼增長了X 三個8碼增長了X 三個8碼增長了X 五個8碼增長了X 你會從哪邊去決定KKS 你的經驗 上次做實驗的結果 你會從 這兩個字件來決定KKS嗎 還能從這兩個 或這兩個 從後面 從後面 後面的哪一個 嗯 有的3號4都可以 3號4都可以 3號4都可以嗎 他們別的想法 嗯 嗯 Low stop 然後他們別的想法 虛擬積極回應 虛擬積極箱小點 就是說參與度 參與度 參與度超過五點 就是累積成一點 這個參與度 來快點 所以你會考慮 3號4號 直接 求KKS 他們 為什麼這邊可以 他們別的想法 後面就比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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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它穩定 你怎麼知道它穩定 哪個經驗 廢話 你從哪邊彎長它穩定 好 就是會看它的那個 射出來的 鞋啊 鞋 我聽不懂 就是 射出來的那個 東西 是這個 其實你這樣 看一個 附近操作 這樣看 這樣看 什麼叫做這樣看 這樣看 哦 沒有沒有 其實你知道了 我現在講了 我聽得出來 虛擬師知道了 只是 你要更清楚的把你的歌 表達出來 那天我在看那個 榮軒寫作 因為我看到的事情 是榮軒跟我講 解釋他很懂 他說 我剛剛聽懂 可是 好難寫喔 對 我們往往在表達 這部分是有困難的 都是這樣 我們通常 我以前也是這樣 心裡想了10分 寫出來只有2分 寫出來只有3分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 經常 太少練習的時候 表達的機會 不管是手寫的表達 不管是作文的表達 不管是頭語的表達 都缺了 所以我們太多用 有時候用 好像一種奇農子一樣 好 用太多奇農子來表達 這樣都不夠精確 像剛剛學員講 就是這個那個那個 就觀察這個這個這個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穩定了 這個這個這個是什麼 沒有 有 有沒有 有沒有 規定喔 跟我們 假設這個法碼 假設這個前提 假設法碼中 都一樣 我每次要一個法碼 我拉長的長度 刀屁有沒有固定 所以問題是說 這個長度跟這個長度一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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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到這個長度很類似的時候 這個區間的任何一個值都可以用 懂我意思嗎 嗯 我們現在做的是 假設這邊身長2公分 這邊身長2.1公分 這邊身長1.9公分 這邊身長1.9公分 有不可以用 基本上很長 但是會有問題喔 1.9 2.1是越來越長喔 不見得可以用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再做第六個看看 假設第六個就是2.2 有不可以用 不可以喔 因為這哪個劍子 你看棒狀的時候一樣 拉的長度越來越長喔 可是如果這個2.2 變成了 2.1 或者是2.0 怎麼會用 就反而可以用喔 我們可以說 那是一個測量的誤差 它會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那為什麼 那2.2也在測量 可是如果是2.2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個趨勢是什麼 越來越長喔 有沒有看 越來越長 表現它進入一個 不是所謂的排氣 不是一個 卸性關機 這條線 每增加一格 它增加的位置在變大喔 像你說嗎 它增加的位置在變大喔 它這卸子有點像 超路線上去喔 就是不能用成整支 這不是我們講整體喔 所以假設真的是狀況 就像剛剛趙勢問的 會不會是兩者物差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再去第七個 或者是呢 你要做 找一個中間的法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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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試看 只有五間五個 看中間是多少 還推測它是不是對的 OK 直接要這樣做喔 它最好的方式是這樣的 假設我們做之前 在這邊是1.9 在這邊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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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是1.9 可不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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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結果可不可以用 這邊1.9 2.0 2.0 1.9 可不可以用 好這樣可以喔 這樣可以喔 你懂意思嗎 懂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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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基本上這個 每增加一個法碼 應該都會增加同樣的間隔 嗯 是不是有在測量的時候 同樣的間隔 你測量會準嗎 測量會準 測量一定有測量的誤差 對不對 可能這邊偏 小一點 這邊會累積到的誤差 所以看起來會大一點 這邊可能在累積到的誤差 看起來會大一點 這邊會回來 所以這看起來 實際上是很穩定的 甚至我們可以假設 好了 K就是19.5 也沒有 1.95也沒有關係 懂意思嗎 你看起來它是穩定的 但是不能有 那不是越來越大的趨勢 越來越大的趨勢 你叫檢查 實驗設備啦 實驗系統啦 是有問題 我們剛剛講這個間隔 我沒有說 本來就是越來越大 但間隔不能越來越大 不是啊 那間隔度一定越來越大 好 好 舉個例好了 第一個法碼 假設拉伸1.3公分 第二個法碼拉伸了2.2公分 第三個法碼拉伸了4.2公分 第四個法碼放上去之後拉伸了 我們預測 好了 你現在告訴我 你們預測是多少 1.8 多少 1.8 多少 1.8 1.8 為什麼1.8 應該是越來越長啊 為什麼變小 應該是越來越長啊 為什麼變小 另外就是啊 1.2 從下的4.2 他就在找說 他中間少了1.2 多了0.2啊 多了2 多了2啊 多了2啊 多了2.2啊 多了2.2啊 中間他增加了長度 0.4 對啊 你講他增加增加2.0啊 但是 但是 我說 這邊3% 增加多少 1.9 那我們這邊應該多少 應該多少 應該多少 2.1 如果是2.1 這常我們不能用喔 就能用 你的伸長量不能越來越大 我们要再回来复习一下 这是弹簧 不是,他抓一个是换脸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再换脸 这换脸玩家是这样子 因为弹簧看脸的时候 他的八是十多 你都看脸的时候很少 对啊对啊对啊 他是因为就是说 他是两个的弹力 还是因为他 三个贴子只有一半的弹力嘛 如果你是串流的话 他讲弹力的话KG嘛 KG代表弹力的话 他就有哪个一半啊 一半的弹力的话 拿上东西 他不是应该会越来越长吗 就是弹的多 好,我们讲越来越长 现在有两个东西是越来越长吗 这个X值一定是越来越大 一模型没有问题 这个X值之间的键子 叫做DLX DLX可不可以越来越大 DLX真的越来越大哦 知道意思吗 诶,这种你这样意思吗 你确实这样意思吗 我放一个砝码 假设拉升了一公分 我放两个砝码 我是应该预期它没拉升两公分 因为两个砝码都两公分嘛 我放三个砝码是应该预期三公分 可是如果我放一砝码一公分 放两个砝码拉升二点一公分 放三个砝码拉升了三点二公分 放四个砝码拉升了四点三公分 可不可以 就不可以哦 不是不一定是不可以哦 因为它变成一个是 你的借责越来越大 这是不对的 好,这常常很有问题的 原来不见得能够用 它什么状态 它已经进入一个 所谓的塑性病很虚略了 我们就不见得能用 它是什么用 这样不大意思吗 嗯 嗯 不大意思吗 好 这样我们客人需要参与度 尽量参与讨论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变得比一点 最后一个大尾 因为 后来是进化 不然的话 我在客人参与度上 不知道怎么去 什么去执行 什么去 努力啊 让大家尽量地继续参与度 干嘛 小色情绪参与度 蛤 那个黑色的是 饮料 墨汁 咖啡拉升 我刚以为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不好意思 我们上礼拜 做实验 上礼拜 我们考虑到 压力 还有摩擦力 摩擦力 摩擦力 摩擦力上礼拜 没有考虑 上礼拜 我们考虑的是 所谓的这个 那个 摩擦 压力 好 看一下 所以我们两个摩擦力 这个东西 放在地板上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地板上 可能会有一些 阿乌乌乌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底下表面呢 也会有一个 阿乌乌乌的东西 嗯哼 所以刚刚放在一起 这个观察看得到了 什么 这个东西不是仔细观察的感觉 诶 你如果想了 应该就看得到了 那不是仔细观察 它什么叫仔细观察 仔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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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观察就是 你看的很仔细的意思 不是一直听了他 就很仔细 像我近视眼 我用力他 我有看出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近视眼 你看 我肯通到任何的帅哥 对不对 看了半天 我仔细看没用 对不对 所以必要的时候 就必须调整 戴眼镜 对不对 那在夸张的 可以拿过很近 对 对 对吗 出门眼镜 好 最后一放在一起之后 它卡住了 所以呢 当我有个力量 往上推的时候 不会动 表示什么 我们说一个力的平衡 长到力的平衡 这个力推他 他不会动 表示有心管力 在抵抗我 这个力 来去哪里 来去哪里 来去这个粗糙面之间的 关系嘛 这个粗糙面给他一个力 推出他 好 请问一下 这个力 小F跟大F的关系是什么 小F跟大F间的关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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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给他的力 这个力 这个是最后力 跟反作力 不是 这不是反作力 这是我的最后力 我们现在没加到反作力 先不要讲反作力 反作力 我们交过了吧 嗯 好吧 欸 没有没有 反作力三一的特点 这个人会教他 好 我一个力 我人推着这个东西 我推他 我一个力 地板给我一个 另外一个力 比较掉我的力 这两个力 如果说平衡的话 它有什么特性 一样大 非常好 一样大 F要等于 F 对不对 绝对值 我看看绝对值 你只能大小是相同 大小相同 大小相同 是不是有觉得吧 绝对值就表示 大小相同 那第二个表现是什么 对 这个表现一定是等 对 然后再 再 你看 固的力是什么 哦 我的根本是力是複的啊 对 力不能是複的嘛 所以在 我们在物理学上 要表示一些 全部是正的词 那怎么表示 它本来是正的 没有没有没有 力是有方向的 我们学过向量 有向量没有 数学上有学过吗 假设这是数线 哦 这是1 2 3 4 5 那这边呢 -1 -2 -3 好了 那假设有个力 就算在这边 我们就算这力是多少 -5 -5 -5 如果有另外一个力在这边 就说 1 2 3 4 这力是4 这力是-5 用正复方来代表方向嘛 好 这是可惜的 这是我们平常要这样做 那可是在这边 我宣布讨论方向的时候 说这两个力的大小力要怎么样 这样子的 大小三的 我就绝对比较好 不管方向 好 那第二个条件 这两个力要平呢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1 2 3 4 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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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就是一把盒面有其他另外的力 好這兩個力抵消了 所以兩個力抵消 比如說這兩個力這樣大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就是我動起來 你不知道 好啦 那我們再試一下 假設在這邊 地面是光滑的 沒有摩擦力 我一個人推一個箱子 往這邊推一個力 這箱子會移動 一定會 我不需要這個箱子移動怎麼辦 假設我一定要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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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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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上已經沒有摩擦力 你擋得住嗎 往下面推 地面上沒有摩擦 往下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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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另外一個人往這邊推 好 請另外一個人往這邊推 對不對 這樣它就有個平衡了 我們在控制地的平衡 假設這邊有個地 你要平衡它 是要在另外一邊 有一個相反力就可以 嗯 是不是 所以前提是 另外一邊有一相反力 所以我們講的 兩個力要相反 另外一個表面是什麼 地板 它就把光滑 什麼 地板很光 這個東西有搞到地板嗎 剛剛地板還是光滑 如果地板就光滑 如果地板就光滑 我其實方法很多 地板就光滑 我撕裂方法很多 我可以用火箭嗎 火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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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火箭幹嘛 推它 這個人背上 背個火箭推它 可不可以 你這樣怎麼說 阿羅可以 蛤 他背上火箭 沒有啊 那一樣 我如果用火箭推它 我想要另外幾條它 我可以另外一個人也是 背個火箭 推它 你們太大會火箭 我們不管它嘛 人家只說地板光滑 便不一講實力啊 不會啊 不會一講啦 對不對 所以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方向相同 私利的反方向 對 就是反方向 對方向相反 你的F要等於褲的F 方向相同 對不對 不是只有私利啊 我們一定知道說 我要推你 你要把這力緊張掉 你要怎麼樣 從另外的方面推我 這才會緊張掉 好嗎 對 就這樣很簡單 好 私利大腳相同 方向相同 OK 它就可以比較掉 我們這個力 好 那麼我們在 我們在看火箭的時候 那個人在做實驗 不是 我們拿 木板 掛了一個 肉物在這邊 嗯 我放鬆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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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跑掉了 對不對 多加那顆 跑掉了 反正放之前 沒有跑掉之前 沒有跑之前 我問你喔 腳跟我身士放了三顆 螺絲帽 它的重量是50克 好 請問這個地板桌面跟這個木板之間的摩擦力是多少 50克重 50克重對不對 是50克重 因為這條繩子拉它的重量 力量就是這個重量 對不對 這個力量是什麼 50克重 這時候呢 這個中間的界面一定也會是一個力 多少 50克重 才能夠請教嘛 對不對 好 這時候呢 我再放另外一個砰碼進去了 我放另外一個砰碼之後 讓它變70克 還是沒有動 還是沒有動 這時候我的摩擦力 增加到70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這邊觀察到 這兩個之間的摩擦力真是有關 跟你私人力大小 跟你私人力大小 而且前提是不能動 在沒有動的情況之下 沒有動的情況之下 它的摩擦力大小 身上跟我私人力大小有關 跟我私人力大小有關 我私人力約大 但沒有動的情況之下 摩擦力大小跟我私人力一樣大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想這時候會想說 我推它 結果它不會動 我推就是擺它 我試了10克重的力推它 結果它不會動 全部摩擦力用到 三個答案 你看 大一時 小一時 等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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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會想說 那一定是大雲嗎 它不會動 那如果大雲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雲的話它就會往左轉 往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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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摩擦力很特別是剛好 等雲 就是等雲 OK 好的 剛才考慮你先想說動摩擦 這叫靜摩擦 這樣靜摩擦 靜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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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是動摩擦 那動摩擦 動摩擦 當這個兩個這樣卡住的時候呢 卡住的時候如果是被揮開了 它開始跳起來了 跳起來的時候它之間 開始有移動的時候呢 想像一下喔 它卡住的時候需要比較大的力量推才會移動 還是它正在移動的時候有比較需要大的力 那你在做什麼 它本來是卡住的 我需要比較大的力讓它開始移動 還是它已經在移動的時候需要比較大的力 需要比較大的力 需要比較大的力才會開始移動 對 是 在動的時候需要更大的力 還是卡住的時候需要更大的力 卡住的時候需要更大的力 就是用想像可以讓你想像 卡住的時候因為它沒辦法動 所以它卡住很深嘛 所以卡住要身體需要比較大的力 可是當它開始移動的時候 它還來不及限下去啊 所以你推它基本上不需要花太多力 這東西一定要動摩擦 正在移動 可是有沒有摩擦力 還是有啊 因為它還是有卡住一點點 只是沒有卡很深嘛 它還是有卡住一點點 所以動摩擦 我們可以知道動摩擦比 近摩擦小 從它這個實驗 我 再放一點點 我放了75克 欸 突然間 滑掉了 我去做那個5克它就開始跑了 你們的經驗 這個跑移動快不快 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對不對 還蠻快可什麼 假設這個摩擦力 跟75之間的比較 所以假設是70啊 你剛才摩擦70 70啊 聽不懂 我再加75 加75的都熱我顆了 它的摩擦力 比相當的力 是維持在70 還是跟75很近 還是會比70小一點 比75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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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比70小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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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有摩擦力了 對吧 那已經 就是它前面70公斤沒有 它可以 它應該是有 好 那夾是這樣 我們放 70 1 克 對不可以 快70點1克才開始移動 啊 比70小了 比70小了 它很多 它60多大 就維持在剛剛的70克 就維持在剛剛的70克 我沒有去 因為那部分時間不好 所以你看 正在動一動 你終於灌它 你也大量 但正確來講 是比70小很多 它還總會叫到 65 加到60 都可能 那就是拉動 就很好 因為一拉動 就很好拉的嘛 你可以觀察它速度變得很快 它並不是 變得平靈 假設你看 我擦到70年 它開始動了 我的摩擦力 假設就像 照我講 摩擦力是70克的狀 那請問一下 這個讓它移動的力有多大 只有0.1克 只有0.1克 0.1克的力量 會不會讓它跑得很快 不會吧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可是我們從時間 觀察著 你動那一點 都突然進去跑掉 而且速度還很快 所以你要講 它間隔差距 鞋椎是還蠻大的 差距也蠻大的 所以動物它 基本上 我如果做時間來看的話 它會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摩擦力 這一支撕力 一開始呢 我撕的力越大 摩擦力越大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對 到來個瞬間的時候 噢 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呢 它的動摩擦力就會變硬 好 所以這件事 有一個劍可 嗯 我撕那麼一點點力的時候 就要讓它夾 然後就 好 它假如說 它沒有上網 它比較很深 然後越來越超多 越來越快 跟力 大小沒有問題 有啦 那麼越來越快 一點 欸 或者它就會上去 有沒有 撕得很快 所以 讓我看一下 在空氣是這樣的 在空氣中的摩擦力 會跟你速度有關係 可是在一般 處理跟處理間的摩擦力 通常這速度的關係不大 跟速度的關係不大 但這不怪是在我們現在 現階段不容易多時間 所以我看到 摩擦力 這以前的摩擦力 就是 摩擦力 很綁的一個大型 然後它掉下去 然後它就越來打車 然後就 看它的彈性越掉越快 然後 那個它又騎了 摩擦力 摩擦力 所以說它 摩擦力不會加進去 它跟熄火 什麼關係 因為摩擦力 大家都可以熄火 熄火的 對啊 摩擦力 大概可以熄火 熄火是什麼原因 各位同學 蛤 熄火的什麼 溫度 熄火跟溫度有關 對 但你說 摩擦力 應該是 應該是摩擦力的 持續作用 不管怎麼樣 它比較在滾動的 譬如說 好 簡單來講 你現在正常的時間 早上上學的時候 你問問老師的輪胎 會 每一個 每一輛車的輪胎 它早上如果這樣開車上 應該都是燙的 早上太陽還沒有很大 地板的霧氣的時候很高 為什麼 汽車的輪胎是燙的 因為它燙的 因為它燙的 你可以說 它是燙的 所以它摩擦力越來越大 還是摩擦力越來越小 還是摩擦力越來越小 還是摩擦力沒有變 還是摩擦力亂變 還是摩擦力亂變 努一下 OK 非常好 你講摩擦力沒有變 我剛才講摩擦力沒有變 對啊 喔 什麼 它是亂變 是它是亂變 為什麼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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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力為什麼亂變 對 是那邊速度沒有關係 實際上是跟柴子有關係 我走的馬路不會一樣 跟馬路沒有關係 所以我跟馬路有關係 然後馬路變來變去 我走的這段馬路的路上 跟下一段馬路的路上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的摩擦力不一樣 但是跟我開車的速度有沒有關係 基本上目前我們觀察 是開車的速度關係不大 跟開車的關係不大 所以這個摩擦力 跟速度無關 摩擦力跟速度無關 摩擦力只有跟 什麼有關 我們現在來討論 摩擦到底跟什麼有關 嗯 我們先走了 什麼 負體重量 負體重量 這是本身的重量 我們來想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用常識想要 我如果上面在幫助全部反 我所需要讓它移動的 音量會越大 越小 越大 所以我們的摩擦力 摩擦力 會正比什麼 這證明上面所壓的重量 也就是上面向下壓的力 從這個上面向下壓 壓到這個作用面 上的力 這就是N 這證明N N N 這個名稱叫做正向力 你會學到正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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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垂直接觸面的 這個方向 我們就給它一個定理 這個方向叫做正向 正向 正向 我們做人要正向 就是這個正向 正向的力 就是正向力 有沒有理 所以假設我現在有個板擦 我推著它 讓它不會掉下來 讓它不會掉下來 讓它不會掉下來的原因是什麼 什麼 它跟黑板摩擦 它跟黑板摩擦 讓它不會掉下來對不對 那跟我撕的力有關係 有 有關係 我如果撕的力 它會掉下來對不對 我如果放鬆 它會掉下來 那請問 我撕的力好 這是牆壁 這是板擦 我撕的力 它的質量 它的重量是W 它的質量是W 我覺得N跟W之間有關係 N跟W之間有關係 N跟W之間有關係 N要大於W 還是N要小於W 還是大於W 還是W W是這個的重量 也就是它所受的低吸引力 它的重力 對 要大於W 大於W 大於W 什麼 大於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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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有心點 有心點 我沒有實力 它沒有掉下來 有實力 有實力 可是板擦沒有 等一下 它實力不一定有 它是有大 很高的重量是大 有實力 有 有 大塊有實力 什麼 它實力應該沒有 它本身的重量 OK 非常好 實力應該它本身重量很大 沒有啊 這個要做時間很直接 我知道 我知道 做好看 那個 那個東西 就是 就是 你現在拿兩個磁鐵 放在一起 然後放在一起 有一個重機 然後這樣子 就是讓它重量 然後看它被壓折 然後就掉下來 然後 接下來才知道它重量 對 這很辛苦 我就把它吸在下面啊 如果它不是掉下來 可能是 磁力比重量大 可以 所以我知道 這是磁力比重量大 你知道嗎 對 好 你問 這邊應該是 它不應該是 它不應該是很重量 它應該是 就是 它推了 只要 能夠掉下去 那樣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 給我猜疑 我問你喔 我這樣推它 我可以擠到它 向下掉的力嗎 不啊 不行喔 我這樣推它 跟它掉下來的力量有關係喔 嗯 譬如說 我 我 你不願意好 我 就這樣往前跑 有一個你想要幫我停下來 就這樣往我側邊推我 我停下來嗎 我看我開始想要撞場 有可能會有一個 看 推到哪裡去啊 會停下來嗎 有可能 怎麼樣會有可能 你可能會推到那一趟 我在往前跑的 我在往前跑的時候 你想讓我停下來 結果你從我 90度的方向推過我 我會停下來嗎 他真的讓我大力了 很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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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出去那一趟 你還會往 會往 會往會停下來嗎 會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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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向推一陣子 他會停下來 腳真的沒有攻擊 足力沒有任何足力的事情 你怎麼會停下來 可是我假如是 沒有空調 想要拍腿 那是 不小心 角度在太空中 我真的往前前進 你要讓我停下來 你從我側方向推我 我會停下來嗎 好吧 拜拜 應該不會 不會嘛 所以 你們一定有概念 你們的概念 比較沉久的度 基本上沒有必定是這樣 但你們的感覺 你應該可以 對 那是 對 剛才我相信 你應該有 不要致電 那是 還要 那是 可是 往前的方向 也會有 往前的分量 對 就 對 對 你的問題 像你這樣講的話,如果你的另一邊有個不知道什麼大大的墻 那你在太公主席的時候,他從整個地方去往前按住 那推往墻的方向按住喔? 那你這樣會怎樣的 那你這樣有墻的方向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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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住的力量會多大? 我按住的力量跟他的重量有關係 想一下喔 我ap 我按住的力量會定不強 他這樣有墻的方向按住 然後他現在就用墻的方向按住 他現在建立方向我一向來的達到 我希望它的 tall度那麼高 你就要平衡 所以你需要怎樣? 平衡 嗎? 就一半 一半 你抽這個力嗎? 先不管這個力 先不管這個力 這個力先不管 我希望它不要掉下來 我應該要怎麼樣 你應該要把你接住 接住表示什麼 就是表示 表示我失了一個力 接住的意思 表示我失了一個力向上 對不對 這個力向上 這個力跟這個W 要怎麼樣 這個W 這個W是動力 地球吸引這個反差向下 這是動力 我希望它反差實在是不要動 這個D應該要怎麼樣 往上 對 第一個是往上方向相反 第二個是 要等你那個動力 要不要大雨 不行 不行喔 大雨就飛上去了 對不對 所以要等你就可以了 所以沒有什麼叫大雨小 大雨我等你 就只有等你 我兩個力要等你 所以它就卡住了 好 可是我現在沒有東西接它 我這個力純粹要 讓它之間的界面產生 對 要從這個界面產生 所以怎麼樣 必須撕一個力給它 所以從這個例子也可以想像是 我們的摩擦力 是跟這個方向力有關喔 摩擦力跟 跟它的重量沒有關係 好 跟它的重量沒有關係 摩擦力跟 垂直這個平面所撕的力有關 就要正向力 OK 在這個例子上 我們來講的話 我的正向力要多大 取決什麼 取決它的重量嗎 取決它的重量嗎 它重量越大 我的摩擦力越大 好 有道理 假設 假設我們要兩個實驗 一模一樣的實驗 接觸面 重量也都一樣 好了 可是有一個 有一個狀況是 我撕的力 感覺上 我撕的力 要大一點 另外一個實驗 它撕一點力 它可以卡住 欸 為什麼會這麼差 接觸面 接觸面怎麼樣 接觸面比較光滑 接觸面比較光滑 很光滑 是不是這樣子 接觸面如果很光滑 我設定要大 還設定要小 設定要大 就 你越光滑 越卡不住 我這邊會 之所以卡 會不掉下來 因為我卡住的力量 剛剛會掉下來 可是如果說 它只有一點點卡住 基本上卡不太住 我是要試更大力 把它卡住 好 可以想像 我的摩擦係數 我的兩個之間的 接觸面的 粗糙的程度 粗糙的程度 就叫做 摩擦係數 基本上 摩擦力值跟正向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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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說 摩擦力 可以 這等於什麼 如果把它寫上 等到K K N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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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一下 Y等於上 Y等於A X 是一樣的意思 N是我們的變數 摩擦力是我們的結果 N是我們的變數 摩擦力是我們的結果 那K是什麼 K是什麼 K是什麼 叫做什麼 或者是我們不是最近來做的實驗 叫做 F等於K AX 這是生長量 這是彈簧的 拉力 彈簧的拉力 跟它生長量的關係 中間這K是什麼 叫做什麼 什麼 什麼 叫做什麼 這K叫做什麼 肉 什麼 彈簧 彈簧在這裡 真的 不是彈簧啊 就是生長量啊 彈簧跟生長量 之間的關係 不曾認明 所以當我們其他等方 都會有一個K值 這K值可以從做事件得到 我們剛才又把時間要訓息一下 做事件得到那K值 我們還給K值一個名字 叫做什麼 叫做 彈簧的 OK 好 聽起來你們都不知道意義 這叫做彈簧技術 就是一個係數 就是一個係數 係數 係數的意思 在英文來講 係數是一個彈簧 比如說 你當這東西被決定的時候 它就會有附近的程度 什麼都被決定 就你要做時間的目標 被決定 就我這個時間很反差 這個開板 這幾天之後 又有個時間係數 我如果隨便拿一個彈簧給你 這彈簧也沒有一個彈簧係數 好的 我只要給你這個彈簧 這係數會不會改變 基本上你溫濕度沒有改變 情況這係數就不會改變 你是不是可以從時間當中 就可以得到一個係數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 這個是東西的關係 但是你要得到這個係數 要從時間再來 好的 同樣的我們知道 摩擦力 跟上面的正向力成正比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放在等號 的話 成正比 前面這樣一個係數就要 這係數我可以改變成叫做什麼 這叫摩擦係數 是不是 OK 所以這就是摩擦係數 所以簡單來講 假設 這個 N是中間還是 不是快樂力 然後K就是什麼的快樂 再講一遍 3不是快樂力 而是總力 然後K就是什麼的快樂 K是係數 就是重力 係數 係數就是係數 係數就是說 在這邊的係數你可以想像 這邊係數代表什麼 這邊係數代表你的 這個 容易不容易產生摩擦力的特性 我施了一公斤的力 假設我可以產生兩公斤的摩擦力 而且係數多少 這邊長 好嗎 我給你的數字 你不用跟我講一個結果 給你講一個大概 不用跟我講一個方向 應該很高 我告訴你什麼 我如果給你一公斤的正向力 一公斤重的正向力 結果你會得 你會產生兩公斤的摩擦力 兩公斤重的摩擦力 那K是多少 2 對不對 真的如果應該很高 我不知道那個高是怎麼高 對不對 我給你個數字 可是我給你一公斤的正向力 你就產生了 0.5公斤的摩擦力 0.5公斤重的摩擦力 那N多 K是多少 什麼 0.5 所以你可以改學一下嗎 我在這個上面 我同樣撕一個力量 這力量假設是2公斤 2公斤重 可以力量 2公斤重的東西放在上面 可是放在桌面 跟放在那個塑膠板上 結果不一樣 一個我只要用1公斤重的物體 另外一個我要5公斤重的物體 才能夠移動 誰的摩擦系數大 5公斤摩擦系數大 5公斤摩擦系數大 對不對 我適合力都固定了 我適合力都固定了 可是我需要拉的力不一樣 所以你要取決兩個之間的速超的結果 兩個之間速超的結果 你越速超了呢 這K是越大越小 越速超越大 越速超越大 越大了 你需要推動它的力越大 所以K有沒有單位 K有沒有單位 K有沒有單位 K的單位是什麼 K的單位是什麼 我們講單位就是說 假設這個人呢 好 100公尺 他需要了20秒 所以他速度是多少 沒有 沒有公尺 沒有公尺的單位是什麼 那個 呃 就是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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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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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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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這是什麼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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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意思 1.5m 1.5m 好 我們去量身高 量身高 哦 我的身高是163公分 我說啊請問我這個身高的單位是什麼 3.5m 3.5m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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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它相當的意思 這相當的這個意思 把公尺除掉時間 叫做每天要幾公尺 記得 有記得嗎 有記得嗎 你們要自常固域嗎 因為你都不在家固域 F等於 KX 這K的單位是什麼 彈性係數 彈性係數 對 要幫我加一點 單位是什麼 我剛剛又問你說它叫什麼 就是它的單位是什麼 再加一點 多一點 對啊 當然就是 公尺 然後呢 然後 力量 力量 就是 力量分之公尺 力量分之公尺 公尺分之力量 你要講公尺分之力量 也可以 那通常在這邊 因為我們做的時間是公分 所以我們用公分分之力量 只要是長度分之力量 可以 再加一點 我可以加一下 差異度 差異度很高 很好 非常好 我們差異度很久沒加了 但是今天差異度還不錯 好 這是單位 回來這邊 這K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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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的單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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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g 4kg 8kg 4kg 2kg K重 什麼叫公斤重 就是 就是它的容量 公斤重的意思是說一公斤質量的東西 在地球表面受到地溪泥的吸力 這個吸力大量的一公斤重 我在上面放的這個問題 我剛剛想是用什麼做單位 用KG 錯 我剛剛不是寫KG道率 有是什麼 有的是 這就是 我對不對 是寫KG道率 一頭十按鈕 KG是質量單位 加個道路之後變重量 就變力的單位 這質量單位加上道路之後就變力 這叫一公斤重 就是兩公斤重 所以你看我的正向力是兩公斤重 誒 我的正向力是兩公斤重 如果是這個表面的摩擦影響 使得我的摩擦力變成一公斤重 奇妙的單位是什麼 我的單位是什麼 我的單位是什麼 我的單位應該是 摩擦力的單位 我剛剛不是寫在這裏 摩擦力的單位 我剛剛不是寫在這裏 摩擦力的單位 摩擦力的 摩擦力的單位 摩擦力不是也是力嗎 所以力是用什麼做單位 力是用 開支 單位 我說上面的正向力 用什麼做單位 單位 因為你都是力 你在考慮同的東西 力等於係數乘上正向力 所以這個係數的單位是什麼 就是沒有單位 就是沒有單位 因為這邊是KGW 這邊是KGW 這個KGW有單位 可不可以有單位 可不可以有單位 這就不能有單位 這有單位的話 你兩邊單位就不會這樣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沒有單位的 所以簡單來講 摩擦係數是一個什麼YP 只是一個比例關係 是個比例關係 是個比例關係 它沒有單位 有沒有問題 沒有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 喔喔喔喔喔 我還有下課 好下課 喔喔喔喔喔 準時上課喔 因為